财经消息方面呢 受到手套平均售价下滑和原料成本高居不下的双重打击 手套股龙头业绩表现大退步 顶级手套今年首季尽力 从上个财年同期的23亿5779万令吉 暴跌92% 而股价也应声注措 不过呢 这家手套生产商仍然派息美股1.20仙 顶级手套在大马证券交易所报备 截至今年11月30号 第一季净利暴跌到了1亿8570亿万令吉 那第一季的收入降到了15亿8412万令吉 比前期的47亿少了66.71% 董事部建议派发美股1.20股息 支付日是明年的1月10号 面对顶级手套净利高跌 投资者担忧其他的手套股 获利前景 四大天王全线走跌 赫特加跌势最重 顶级手套也跌入了十大下跌股榜 收在二令吉16仙 探低25仙 最终呢 大马富时综合指数 闭市时收在1488.88点 探低12.91点或0.86%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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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